我好奇的是呢 他对孩子他的认知呢 像你 比如说你们家有三个 他们家有三个 那他有没有能区别出 你们三个兄弟姐妹的这个能力呢 依赖于环境 就是你比如说 因为我长期是 就是我父母的主要的这个招呼者 然后呢 就是我姐姐是在外地的 所以他只能是 因为他也是老师 他只能是寒暑假来 因此呢 他对我姐姐的印象 就远远没有对我的印象深 但是他知道有没有 他第一个会忘掉的是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跟他的接触少 然后像我这种呢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地跟他那个在一起的 然后你会发现说 他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他清楚地知道 你是老三 因为我也是 我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这个是老三 这个老三是最小 我们的都就是 他一贯关我叫老儿子嘛 因为老就是小 他对我的一贯的称呼叫老儿子 然后他知道我的名字 他现在已经开始 不知道我排行老几了 他也 有的时候他会知道我叫胡勇 但很多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关我叫老头子 老头子其实是我爸 我爸去年十月份去世的 然后有时候关我叫老哥 老哥呢 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他想起了他哥哥 但我这个舅舅早就去世了 然后呢 有的时候他会把老哥呢 认为是我哥 我哥 所以就是他现在这个 就是对我的认知呢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像闪电一样 然后你特别高兴 因为他又认识你了 他记得你就是那个一些 比如他知道说你上班了 他知道你去上班了 你回家了 他知道你回家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连你上班了 回家了这些东西 他也不记得 然后有点像是 你就要拼命地抓住 这一点点东西来确认 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以及呢就是他和你的关系 如果这点东西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 我觉得二十字海默就残酷在这个地方 你母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母亲现在就是中度嘛 就是 已经到中度了 对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两岁小孩的智商 大概我的评价是 他还没有三岁 通常据您看到的 就是二十字海默啊 从发现 就是从初期到最后到中度 这个周期有多长的 我没有资格 就真的来说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 那个二十字海默的专家来说 但是那个 就从我母亲的情况来讲 就是三年多一点 因为我当我发现 他有这个问题 去带他诊断的时候 诊断已经写了 就是叫 轻度的 二十字海默 那个时候的症状是什么 最主要的症状 就是第一是失忆 就是 这个病很残酷的地方 是作用于人的记忆的 第二个呢就是 他没有时空感 就比如说 我们正常知道 现在是白天 他觉得现在是黑夜 但是如果黑夜的时候 他认为是白天 就是这两点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发现这个以后呢 我就决定带他去看 这个中度的愈厚 会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呢 他不能够进行任何的 就是有条理的 就是有明确的意愿的表达 他所有的表达都是 就是一种接近于废话的东西 就是你也不知道 他在说一些什么 然后呢 他也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现在 要吃饭 或者我现在要排泄 然后呢 或者我现在哪里疼了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表达 都已经 但是表达困难 还是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都有 你比方说你把它写好在纸上 他能够拿给你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的词汇量就 就大幅度地丧失了 很多事情 他就已经缺乏那个 容易表达的那个基本的词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会发现说 他本来是认字的 但是现在呢 很多字他不认识了 他就只能认识一些 可能跟他的名字有关的字 我哥哥正好出了一本新的书 这本书呢 叫《站在世界之巅》 我就用它来测试 就是我妈只认识 《站在世界》这两个字 其他字他不认识 然后我说 那个因为他有一个 我哥的那个 就是照片 下面有个介绍 就是 然后他认识胡 他认识胡 然后我哥的名字叫胡涛 涛字 跟你这个涛一样的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所以实际上来说呢 就是 相当于 那个 由于他没有词汇 由于他本来认字 他不认字 就是 因此呢 就是一方面是表达受限的 另外一方面呢 肯定就跟刚才您讲的 那个 他的意识 也出问题了 就是意识指挥不了 他这 他整个的这团事情了 就是因为 我不是 那个也研究 这个人工智能吗 对 这个人工智能呢 其实就是 他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就是 人工智能 就是跟人脑之间的 相似性 然后我们就会 就是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在 这个在哲学上叫 那个自我的同一性 因为 因为其实呢 就是你比如说 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照镜子 照镜子说 我昨天晚上睡觉 今天早上我起来照镜子 我们可以问个问题说 今天照镜子这个你 在多大程度上 是昨天晚上的这个你 因为他肯定 不完全是那个你 因为你的细胞 什么的都在 发生变化 你在老去 但是那个 这些自我的同一性的人 认为说呢 就是 他一定是同一个你 因为衡量 同一个你的东西是 你的那个心理 你的这个记忆 有没有连续性 就假如说还有连续性 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这个今天的我 就是昨天的我 但我遇到这个问题 在我妈这 他不成立 他完全不成立 因为他在任何意义上 他把他所有过去的记忆 已经消失了 对 他的意识也中断了 他甚至跟我之间的 就是这种关系 因为我是他的小儿子 然后他从小最疼爱我 那我痛苦的地方就在于 他现在甚至很多时候 他都不认识我了 就更别说 去回忆什么 就是母子当年的那些 场景啊 然后就是共同在一起的 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岁月啊 对他来讲全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如果相信 这个所谓的心理经 心理体验的一致性 那我就应该说 他不是我妈 对不对 因为他丧失了嘛 对 他丧失了 他不知道你是他儿子了 是不是啊 对啊 你是认为 他迟早会不知道 他是他儿子的 就没有关 感情 但是你还是知道 他是你的妈妈 我知道他是我妈 所以我困惑的就在于说 他既然已经按照 这个自我同意性来讲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然后我为什么始终觉得 他还是一个人 所以就一定有一个别的解释 就是那我就觉得说 可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另一个 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只是有这个叫这个心理体验的一致性 一定还有就是比如讲就是身体的一致性 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他的模样 甚至我开玩笑说 因为我经常跟他干的一件事 我回到家 回到家以后呢 基本上我第一件事呢 我要去握他的手 我们俩要把手放在一起 放很久 放很久 就是我跟他保持一种这种身体的接触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要出外嘛 然后回到家 我总是干这个事 然后呢 他会经常说 哎 他说你的手那么凉 他说我给你暖一暖 因为他在家里 他的手比较热乎 然后我就说 就是 那可能他对于我来讲 就是手的一致性 因为这只手还在 这手我如此的熟悉 或者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比如说 可能就是气味的一致性 因为这个生活的久了 你会发现对方有一些独特的气味 你会辨认 所以呢 那就由此来讲 就是说可能这个自我的同一性问题 并不像哲学家想的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终于证明了 你妈是你妈 对 就是证明我妈是我妈这事 非常难 就是 所以我说过 我说呢 整个这个过程就老让你怀疑说 就是 到底我是什么人 我妈是什么人 我和我妈的关系 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您说的同一性 要叫我理解呢 它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才能得到确认 甚至说 这个同一性 跟您的主观判断有关系 就是 对吧 他已经不知道拉手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 是你的觉得对他的身体的识别性 手的识别性 这是发生在你的头脑里 对 就是 所以荣格讲过一句话 荣格说 我们只有是他人才能是自己 就是你说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 这个自我跟他人 那个没有他人 可能可能这个自我 没有他人认识不了自我 对 是的 佛教的说法就是反复证明 就证明我是一个虚假的概念 就是假我 是假的 就是因为 昨日之我不是今日之我 你要讲的更精确的来说 你全神的细胞 几年之后全部换过 我们下期再见